这是发生在2019年浙江街头的真实一幕 奔驰女司机一脚油门 撞上了折胜任务的消防车 女司机下车之后非但没有丝毫的愧疚 反而当场叫嚣张 要让消防车赔钱 还说什么自己是上百万的豪车 修理费交十几万 这明显是到达一耙嘛 这一幕看的众人是血压飙升啊 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 像是消防车救护车警车这些特殊的车辆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其他车辆都要自觉避让 而且从视频当中不难看得出来 消防车明显是在执行任务一路鸣笛过来的 而这位奔驰车的女司机非但不避让 一脚油门冲了上去 撞上了消防车 还牵连了两辆无辜的车辆 那么事情的后续又如何了呢 女司机想要的赔偿如愿了吗 2019年平湖消防队接到了报警电话 说是历清化工厂发生的火灾 化工厂存放的化学物品 本身危险系数就高 如果火灾不能够尽快控制 很可能会造成爆炸 或者是出现有毒气体 危害的可能是整个城市的安全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消防队直接派出了四辆消防车 一路鸣笛 想要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火灾现场 只有尽快控制住火情 才能够最大程度上确保市民的安全 只是他们也没有想到 在经过一个路口时 一辆黑色奔驰SUV非但没有避让 还要脚油门加速想要冲过去 一切发生的太过突然 消防车想要躲开 俨然已经是来不及了 只能硬生生的撞上去 车头撞上了奔驰车的车尾 因为惯性的原因 又波及到了路口的一辆出租车 被撞飞的出租车 又撞到了后边的车辆 直接引发了四连撞 从画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奔驰车的车位是严重变形了 残片是碎了一地 车祸现场是相当的惨烈 好在没有人员伤亡 但是女车主接下来的奇葩表现 可理说是震碎了在场众人的三冠 消防队员下车查看 发现没有人员伤亡 赶紧报了警 说明情况之后 就立马开车赶赴了火灾现场 过一会儿交警就赶到了现场 奔驰女司机的一番操作 直接将处理事故的交警给整不会了 只见她振振有词地说 自己是正常行驶 莫名其妙地就被消防车给撞了 还理直气壮地提出了自己的诉求 要求消防车赔偿修理费 交警勘查过现场之后 也反复观看过车祸的监控 事故责任并没有什么分歧 很好划分 更明显是因为奔驰车 没有避让消防车所造成的 应该让女司机来负全责 听到她这样说 只能耐心地解释 张女士 按照法律规定 一切车辆应该避让 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车 从监控视频也可以看得出 这起交通事故 是因为您没有避让消防车所造成的 所以您应该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完整内容 这是2019年发生在监控下的真实一幕 奔驰车一脚油门冲出了路口 撞上了正在追行任务的消防车 没有想到 女司机非但没有丝毫悔意 下车之后就绞囂着 要让消防车来赔偿 上级咱们讲到 车祸发生之后 消防员查看没有人员伤亡 报警之后就忙着去救火了 交警赶到现场之后 通过监控视频 判定奔驰女司机来负全责 没有想到这一下子 可是捅到了马蜂窝了 如果您想了解故事的完整内容 就点击屏幕右侧我的头像 从主页查看商级视频 这奔驰女司机还是一个硬查 一听说交警判处自己全责 立马就不干了 大声嚷嚷着 明明是消防车不遵守交通规则 凭什么我要负全责 还说什么自己的豪车是上百万的 光是维修费就得十几万 旧消防员那一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 根本就赔不起 处理事故的交警看到他撒破 只能耐心的解释 消防车执行任务时 享有优先通行权 张女士死活停不进去 还大骂 交警处理不公平 嚷嚷着自己有关系 你给我挡着 我找人来摆平 交警也是被怯得无语了 只见女司机一脸得意的开始打电话 对着电话那头 就说起了他那一套嚣张的说辞 还越说越加的委屈 老交警听到女司机的这一番话 敏锐地找到了其中的破绽 奔驰女司机明显是故意而为之 并不是之前说的正常行使不知情 不过是抱有侥幸心理 想要赌一把 结果赌输了 自己还不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 张女士自知理亏 于是又找了一个奇葩的理由 说消防车撞了人就走了 这是肇事逃逸呀 为了推卸责任 这理由找的交警都快要小 最终还是交警使出了杀手锏 告诉张女士 不必让特殊的车辆 轻则罚款重则拘留 听到交警这么一说 奔驰女司机总算是不再折腾了 乖乖的赔钱了 如果您还想听我讲述更多的同类故事 不妨加个关注 点击我的头像进入主页 观看您喜欢的内容